學生們趁著下課時間來到學校穿堂翻閱各種書籍 空地上還停著一台書車 讓大家自由翻看 東湖國中響應世界閱讀日 特別邀請蘇格茂迪東南亞行動書車停住校園三天 讓全校師生以及家長對異國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與認識 像是這一次有介紹到一些 比如說緬甸的文化 裡面有講到就是緬甸當地穿假腳托是一件很尊重的事情 所以假設今天在一個公開場合 如果緬甸的朋友們穿著假腳托 他們可能不是代表他們隨便 他們應該是想要表達自己對這一次的尊敬 他就是跟你講說越南的母親她嫁來台灣 那他們是怎樣的遭遇 然後又是如何發現真正的愛情 我覺得最好的切入點就是先問他們 我們同學之中有沒有是新二代的 新二代就是說她的母親是來自於東南亞國家 包括詢問他們有沒有學母語 那大部分因為學習率通常很低 那我們就是提醒她說你看這樣很可惜啊 媽媽會說越南話 印尼話 菲律賓話 可是你不會說很可惜 這個我們是越南語 然後母親節快樂 祝孟愛國美 東區新一名據點人員也透過活動帶領學生認識母語 還有新住民家長帶來東南亞美食與新湖方等單位辦理聯合義賣 義賣所得將捐贈竹欠文教基金會關懷在地文化 大家看到的就是有那個大家都知道的綠蛋糕 就是我們的香蘭蛋糕 那還有呢就是香蘭椰絲捲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我們稱為雙色糯米糕 可是從馬來文的名字翻譯它就是漂亮的面孔 那這些他們的主要的材料呢都是椰漿 還有那個香蘭葉的汁 可是卻用不同的方式來呈現娘惹的糕點 那今天呢特別邀請到我們的越南姐妹 還有香港來的姐妹還有大陸的姐妹 一起來跟我們就是學生分享說 欸母親節快到了我們怎麼去講 母親節快樂的廣東話還有越南話 還透過一個語言的學習 讓大家了解說每一種語言其實都很不一樣 要學語言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其實這也是代表著新一名他們來到台灣 要去學習中文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一個過程 來我們新武方訓練的都是我們那個精神疾患的 那個復健病友這樣子 那他們本來是弱勢這樣子 但是他們在社區的照顧之下 他們經過一些訓練之後的 慢慢的走回社區走回社區 那我們這邊提供的是我們的 新武資產工作坊的同學的這個烘焙跟點心 目前東湖國中約有70多位的新住民子女 來自中國大陸 越南 馬來西亞等國家 校方也希望透過活動促進多元文化的交流 因為我們覺得現在的新移民越來越多 然後這些孩子呢其實他們所接觸的母語 也是我們需要去了解的 所以雖然是世界閱讀日 但是我們更希望能夠讓孩子有 Open Mindy的這個心態能夠去接觸我們新移民的家庭 還有甚至能夠認同媽媽的國家的母語 能夠學習我覺得這是更重要的 活動中更藉由海報國旗好書推薦等情境佈置 融入課程教學提供全方位的學習情境 讓學子們理解包容不同文化 拓展國際視野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 到